今天很陽光普照 但也有少少烏雲 有幾舊 可能晚一點也會下雨 因為這陣子 奔城馬來西亞已經開始雨季了 基本上每一晚每一天都會有些時間下雨 通常都是傍晚時間 夜晚 即是睡覺時會下雨 這裡很流行 紅燈 還未轉綠燈 電單車都要飆了 我們等下還有十幾秒 看看會否還有一架給大家看 這架想過 又不想過 還在等 前面已經走了十幾架 好 時間到了 這架也跟著 帶她出去 我現在在哪裏呢 我現在在新廣場 新廣 新街 新街廣場 我現在先去吃東西 這一間 我很久以前來過 很想上來 經常回來拍攝 不過 其實都不知道醒了 因為她已經收早 收三點 現在差不多兩點鐘 進去吃東西 待會再坐下 和大家說個故事 好 進去先 好 先插一支咪 很久沒有插咪 謝謝 謝謝 好 今天提食 一碗皮蛋壽竹 再加一碗 我這碗是洞洋 我叫做洞洋 這間是三炮台 對 它是一間茶餐廳 我記得它好像以前不是這張桌子 現在是否轉了 我先問一下 對 它為何會過來吃呢 因為它本身有一個特別之處 有這個 通粉 在檳城很難得有通粉 火腿通 這是上餐 大家在港式茶餐廳很常見 這裡真的有了 它還有螺絲粉 就是紐紐粉 是否像雞紐螺絲粉 像麥當勞早餐 這間是我覺得 也挺有香港茶餐廳的 茶餐廳 大家去看看 它有這些 高低線 卡桌 格局 我叫了一個常餐D 因為它有皮蛋壽肉粥 那我吃粥呢 因為我昨晚 昨晚 因為 會這麼嚇人 因為我昨晚跟老婆煮劇 煮到兩點半三點 所以很頑固 有些火 所以 皮蛋壽捉一下一下火 是不錯的 那它還有一個 腸仔拌麵的 有芥末多 煎雙蛋 所以就來了 好 謝謝 多豐富 這個就是我今天的 現在的午餐 對 只是15Ringg 我沒期了 大家看看 大家要留意 因為很嚇人 大家要留意 它是 3時很早 所以 吃完這個 我都會再去 全場 真的喝一杯咖啡 因為是星期日 一天一咖啡 不能脫掉 那 我先吃東西 再跟大家 講故事 那這個故事 是甚麼呢 關於茶餐廳 我想大家 在香港 你就知道 港式茶餐廳 很多很多最出名 最有特色 最有香港文化 來到馬來西亞 很多香港人 都會很掛著茶餐廳 甚至本地人 他們都會很喜歡去港式茶餐廳吃東西 因為他們會看港劇 看港產片 很多情景都會在 基本上每一套 你不是古裝片的話 都會有在茶餐廳 古蹟古裝片就是在客棧 茶樓 但現代 比較現代的片 電影 都會有茶餐廳的氣分 茶餐廳的起源是甚麼呢 茶餐廳的前身 其實是冰室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最近開了一間 叫佐敦冰室 據聞都 好像有些人說OK 我還不知道 分成不知道開了沒有 我覺得 這裏馬來西亞 開了不少港式茶餐廳 亦都不少香港人 去開港式茶餐廳 但他們 往往都忽略了 港式茶餐廳的一個 重點 它的精髓 那是甚麼呢 你知道茶餐廳以前叫冰室 冰室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一些 以前 香港是英國時代 英國統治的殖民地 以前英國人 他們很喜歡英國茶 去一些 他們的餐廳 喝英式茶 英國茶 香港 始終是英國 很多外國人 很多英國人 在香港生活 他們一樣都會有 這些類型的 喝英茶的地方 變成當地的華人 英國人 他們都會這樣 喝茶 我們不如都 學一學吧 變成衍生了 一個叫冰室 所以以前那種冰室 就是一些 我們香港獨有的中西文化合璧 演變出來的一個 一個飲食文化 就叫冰室 現在香港應該沒有什麼 剩下的 冰室就是這些卡座 然後那些桌子 不知道大家記得嗎 是一塊玻璃 下面呢 就會有一些餐單 即它的菜單就是一塊玻璃下面 你不需要四處點 或者有一份餐單 你就看著桌子 就可以知道你想點什麼 現在不知道再沒有了 奔承好像 不記得 我記得以前它這間是用過那些桌子 是不是一定我記錯了呢 如果現在是這些 普通桌子 可能我記錯 不出奇 所以現在在馬來西亞開的那些 所謂港式茶餐廳 他們就真的很融入一些香港特色 但是就慢慢慢慢消失了 沒有了以前傳統的冰室 或者香港茶餐廳 它有一種中西文化合璧 譬如一些 煎箱蛋 即是中式不會煎箱蛋 因為這是西式的 腸仔 你看到的時候很開心 中式的話 它就用中式的茶葉蔥 再落奶 變了慢慢演變 演變成一個港式奶茶 如果大家有聽過絲襪奶茶 我上次去過金茶園 絲襪奶茶 大家不要誤會 它真的用絲襪沖 記住 因為它的顏色 是像以前我們很傳統的 老粒打劫的那些賊 會套著頭 或絲襪的那種茶色 所以它們有一個統稱 為絲襪奶茶 這間三炮台 你問我為什麼 我會覺得它有很像以前的茶餐廳的味道 因為原來它的老闆 創辦人 這張很小的字 他就從加拿大回來 加拿大回來 以前在加拿大做工程師 回流回到馬來西亞 以前可能就是 因為加拿大 如果你是華人的話 你會很流行在唐人街的地區 所以在那些地方 你可以找到一些很傳統的特色 很像以前的香港的茶榴 點心 茶餐廳 食物 飲食文化 所以我想它也是吸收了很多 以前的香港的飲食文化 都是一些中西合璧 兩樣混合在一起 所以它回到馬來西亞 開一間三炮台茶餐廳 依然可以保持 那種 就是我們以前香港的那種 冰室茶餐廳的風味 當然它有一點改變 它有一個叫 廢城芝士牛肉包 牛仔包 藍鴉道 有味飯 很搞笑 通常不知為何食物很喜歡加個名字 揚州炒飯 但好像不是揚州 好像是 福建炒 廈門炒米 福建炒飯 星洲炒米 很多地方的名字 好 這是我吃完的粥 一張茶餐廳 吃了麵 它唯一欠缺 就是沒有了一個洗刀叉的杯 那個茶杯 即是不是用來喝 不是用來喝那杯茶 那它的間隔也挺 舊式的 我覺得挺有感覺 昨天我們就從香港朋友幾個 兩個人生 兩個女生 再加上 有兩夫婦 我們去了吃這個 廣式 雲吞麵 應該在這條片之前我會出的 雖然我不是特別 怎樣想著去拍 不過都給大家看 剛巧我昨天去也拍到 他們用 按住那竹星麵 這些就是我們一些 以前傳統的文化 原來在馬來西亞 檳城這個地方都可以找得到 一些我們以前吃的 香港的雲吞麵 因為你知道這裡 去的食物 吃的雲吞麵 是各種不同的 還有一些 港式 比較有港式的茶餐廳 所以大家記住 一些港式的東西 名字叫港式 但其實它那種精髓就是 是怎樣中西文化合璧 演變出來的 一種獨特的文化 所以能夠在一個海外的地方 可以找得到 或者可以保持得到 一些我們以前傳統的文化 我覺得是挺感恩 挺值得 挺挺欣賞 所以我自己也一樣 我會嘗試用我的文化 在我自己的頻道 保持廣東話 繁體中文字文化 這是我自己一個人可以做到的 希望大家 有機會來到檳城的話 來這間三炮台茶餐廳 試試吧 好 You don't care about the others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 You're my heart's desire I just wanna love you Just wanna hold you Just wanna be with you Till we grow old 好曬好曬好曬 剛才吃完東西很飽很飽 有些大風塵 我先拿麥克風 這條就是金堡街 Tample Street 大家可以上網 Google Map 這條街都叫遊客區 因為這裡有很多特色 應該是Georgetown heritage area 因為它沒有高樓大廈 全部都是兩層高的三層 或是下廣告 星期日這裡就好一點 店舖都不開 是下閘 沒有什麼看 更加是有些店舖 是大華檔 檔普 照做 大家有興趣可以 這樣就 好曬了 當然 這裡也是 一個幾幾幾幾幾幾 理論上應該有很多遊客的地方 但是現在因為疫情關係 馬來西亞很多地方 你也不能進入境 也沒有遊客來 變成這些情況 普通店舖都沒有什麼生意 只是看到一些小部分的店舖 有開 例如吃的地方 我現在就回去前面拿車 然後就走了 今天是過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間三炮台茶餐廳 是一間我 經常都說要來 但是又未來到 結果今天就是 雪島過來吃 介紹一下 大家如果有 有離開檳城 我想也要等明年 明年有來到的話 不妨去這裡 對 去嘗嘗他們的食物 可以的 那我在這裏來回 在這裏來回 已經走了 走了一次 這麼曬的天氣 我在這裏來回 都未出汗 所以 今天風其實都涼爽的 現在這些天氣是正的 我現在有點陰陰 因為剛剛我看 遮住了 太陽曬著 所以其實現在都很舒服 剛才曬著就有一點熱 有一點點熱 現在可能可以淡熱 可能過37度也不明白 但是其實檳城的天氣 是舒服 OK 挺不錯的 如果現在這些這樣的 現在這個季節 10月 就算現在是藍天白雲 高高掛 橙眼到死的話 其實都OK 是的 這條街還有些什麼呢 金寶街 其實都有的 有間多春 多春它那間 在前面 這個位 多春炸餐室 不知道是否沒有開 還是第二禮拜 它不開 因為它也有一間 新的 店鋪 前面有一間 萬香 我經常會光顧買一些 達文餅 沒有 因為純粹吃完東西出來 看一看天氣 發覺挺漂亮的 應該 又夠光 又太陽 看下去拍出來 應該的景色 顏色水不錯 所以特意出來走個圈 跟大家 聊聊聊聊 多清 看看畫面 我們這些是 六十日就是遊客 住了在這裏五年多 我也還可以 六十日有空 來做幾個小時遊客 都挺不錯的 希望大家 如果將來真的過來 來檳城 生活住的話 都可以 像我這樣 享受一下這裏 休閒小息的生活 請客 做菜 又換人 照顏 照顏